我们知道,氢弹的爆炸利用的是氢核聚变反应,能够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,以达到惊人的打击效果。 太阳内部发生的反应,其实也是氢核聚变反应。 大体上说,太阳,以及所有的主续星,都相当于宇宙中的巨大氢弹,和聚变在宇宙中是可持续进行的能量释放。 但是这都是不可控的,氢弹也是,太阳上的核反应也是,核聚变需要过程。 在一定的压力温度等条件下,核聚变的速度是固定的,核聚变不同于核裂变,核裂变是联式反应,一个中子引起裂变后释放两到三个中子。 在自然状态下反应,会逐渐加速耗尽裂变和燃料,太阳的核聚变会使太阳升温,温度越高,太阳辐射的热量越多,辐射热量的增加速度,温度的四次方,打入核聚变的增加速度温度的平方。 因此,太阳核聚变之方的能量最终混合热辐射平衡,进入稳定的状态。 氢弹不可持续有三点原因,第一,又到核聚变的高温高压的状态不可持续,太阳的核聚变在巨大的压力下,基本能做到100%,而我们的氢弹在引爆聚变一瞬间后,顿时就会失去再次核聚变的压力,但还没有参与核聚变的核物质,白白的抛散掉了,所谓的核污染,就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聚变的残留物。 第二,爆炸能量会将核燃料冲击到四面八方,太阳的质量大,这一方面这里恰好有充足的原材料,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引力吸住战飞的核原料,基本上太阳的引力保证了太阳,就就像反应炉包裹的核反应。 人造和武器虽然理论上说想多大就多大,不过如果聚变材料太多的话,引爆的原核弹,未必能完全引爆聚变材料,浪费会变得严重。 类似燃烧不充分,再做大就不合算了,太阳就不会让燃烧不充分发生,拉回来再烈。 第三是最关键的,核燃料太少,氢弹的质量很小,即使全部利用也会很快消耗完,一颗氢弹可以用弹道导弹投送,小小就知道这样的质量不会很大,而恒星的质量是十分巨大的。 相比之下地球质量为5.965乘以24公斤,太阳质量为2乘以30公斤,因此,恒星内部氢元素的含量能够燃烧相当长的时间,以太阳为力,每秒钟约有6亿吨金在太阳内部聚变为海,同时释放出大量能量,而太阳总处氢量,大约可以支撑它维持主星序。 状态将近100亿年的时间,如果太阳上确实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热核剧变,哪怕只是在中心区域,那也会产生越来越高的温度,加速发生剧变核反应,导致核反应率称一指数上升,使核反应区的氢很快烧光。 但实际上,太阳内部只是在稳定地燃烧,剧变核反应率,是今次为常数,一定会有一个机制,在控制着剧变核反应的发生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